我们先挖一些木桃 然后去寻找矿洞 开采一些其他的矿石 走 我们从这个山洞向下去看看 哇 这是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吗 这么深的矿洞里 居然存在这种自然环境 简直是鬼斧神空啊 哎 这下面有红石 不过岩浆池看起来也很危险 保险起见先去别处看看吧 这边也有红石 我们来和红石交易一步 最近的眼神不怎么好 还是先清理一下周围的方块 小小相识不要捣乱 咱们直接交易 呀 有反应 但不多 来看看说的什么 你很帅 比我帅 拒绝交易 嗯 你很爱说实话吗 咱们去多搞一些合成红石块试一下 来了来了 嗯 居然可以交易 这是一把手枪 牛啊 这居然是个挖矿神器 哎哎 不好意思啊 还可以打漏了 咱们给它补上 我们先将手里的矿烧一下 咦 这边有怪物 试试红石枪的效果 嗯 不能造成伤害 看来它只是个挖矿工具 现在我们去找其他的方块交易 有了红石枪 挖矿就如碳囊取物一般轻松 世界 哦 钻石 来来来 做个交易 先将其他的方块清理干净 钻石一定不简单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没有什么反应啊 去地面试一下生物 不行啊 攻击敌人之后 还能生成钻石块呢 这威力 一炮两只羊 哦 这么多钻石块 用红石枪能开散吗 修里满 这真的可以啊 嘿嘿 再也不抽钻石了 我们可以先合成钻石套装 这两个小僵子 我一炮送你们回家 嗯 我们先睡上一觉 咳 昨天晚上下雨有点感冒 咱们先下去看看 有什么需要的 哎 火药 兄弟们 你们说TNT方块能交易吗 先去搞一些沙土 合成TNT试一下 准备好了吧 哦 这居然还真的可以交易 这是什么 TNT褪色了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我去 直接引爆 离远点 哇哇哇 这是什么 黑洞啊